女孩负债累累 天天被债主上门催债 她做梦都想摆脱这些可怕的烦恼 于是想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换个身份重新开始 故事的男主小善 正带着未婚妻喜敏开车回家 他们恋爱一年多 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这次是回家看望父母 小善是一家宠物医院的院长 有房有车收入丰厚 喜敏第一次见公婆有点紧张 小善一边开车一边安慰她 他们开车到服务区休息 小善下车去买东西 喜敏在车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然后镜头一转 小善买完东西回来 车里的喜敏已经不见了 外面下着大雨 汽车钥匙没拔 散也没带 小善焦急地四处寻找 可她找遍了整个服务区 都没有发现喜敏的踪迹 通过服务区的广播找人 同样也是一无所获 今天白日 一个大活人 怎么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小善越想越怕 担心喜敏是被人绑架了 警方感到被案了信息 就让小善回去等消息 她放心不下 回到首尔就立刻赶去 喜敏居住的出租屋查看 屋内一片狼藉 喜敏的行李和衣服都已经不在 看到这些 小善更加疑惑了 难道是喜敏自己回来 收拾东西离开了吗 此时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打来电话 喜敏在车上接到的那个电话 就是这个朋友打的 几天前 小善带着喜敏去办理房贷 喜敏顺便办了一张信用卡 可今天朋友合查的时候 发现喜敏之前有过逾期记录 所以才打电话向她核实 小善听后若有所思 难道喜敏的离开和这个电话有关 第二天 小善来到喜敏工作的公司 她的同事说喜敏没来上班 而且电话也打不通 小善通过对方拿到了喜敏入职时的简历 然后根据简历上的履职公司 依次打电话询问喜敏的消息 可令人意外的是 简历上的所有公司都回答说 他们并不认识喜敏 都没有雇佣过她 也就是说 这份简历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假的 小善随后去了喜敏信用卡 逾期的那家银行 他看到后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文件上的笔记并不是喜敏的 然后又拿出喜敏的简历 让业务员比对 业务员看到简历的照片 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因为简历上的女人并不是喜敏 但奇怪的是 这个女人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 跟真正的喜敏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小善的未婚妻 一直在冒充别人的身份 她根本不叫喜敏 银行那个朋友也证实了小善的判断 当时她打电话通知喜敏 信用卡逾期的时候 喜敏似乎并不知情 只是言语慌张地挂断了电话 为了尽快查出未婚妻的身份 小善找到表哥帮忙 表哥曾是刑警队长 后来因为犯错被开除 在小善的恳求下 他勉强同意相助 作为一名出色的警察 他的专业能力很强 他们一起来到喜敏的出租屋 简单观察了一圈 就轻松在脑海里还原出 喜敏当时离开的场景 他当时走得一定很匆忙 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 表哥通过刑警队同事的帮忙 查到了真正喜敏的个人信息 真喜敏一年多以前突然失踪 根据房东回忆 他当时只留下一张纸条 然后就人间蒸发了 东西都没来得及搬走 那段时间还有几个快递 寄来出租房 房东都一直带为保管着 表哥将快递带回去仔细检查 希望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这几天 小善脑海里经常闪现出 跟贾喜敏见面时的场景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交往了一年多的未婚妻 自己竟然一无所知 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未婚妻看起来是那么的单纯 怎么看也不像是在故意隐瞒 表哥通过检查快递 发现真喜敏的一份美容院保养记录 出于职业敏感 他觉得贾喜敏或许跟美容院有关 他随后来到美容院调查 这里挂着很多员工合影 在这些照片里 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 贾喜敏 这个冒牌喜敏的身份 这才慢慢浮出水面 他本名叫依琼 曾是美容院的一名顾问 因为工作关系 依琼可以轻松接触到顾客的档案 如果没有猜错 他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习敏 表哥要来依琼的入职简历 拿给了小善 小善看到如同五雷轰顶 因为根据简历显示 依琼在两年前曾结过一次婚 这个瓜真是越吃越大 有了依琼的真实姓名 后面的调查就轻松了许多 表哥和小善顺藤摸瓜 找到了依琼前夫 前夫在乡下开了一家饭馆 他慢慢地说出了 关于依琼的一切 依琼曾经也是个真诚开朗的女孩 可他的父亲因为生意失败 窃下巨额债务 父亲重压之下 丢下依琼母女逃走 他母亲在外出寻找时 意外车祸去世 依琼遭遇家庭变故 还一下子变成了孤儿 前夫不忍心看他孤苦无依 便向依琼提出 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照顾他 婚后两人的生活安稳 依琼本以为人生可以重新开始 可没想到债主突然找上门来 依琼父亲逃走之后 债务就落到了依琼身上 催债的人经常去饭店捣乱 把一家人的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依琼为了不连累丈夫提出离婚 他没有家人无依无靠 本打算去投奔一个远房经纪马姐 可在火车站被债主堵了个正着 债主将他暴打一顿然后抓走 从此就再也没了消息 小善和表哥随后立即去找马姐 马姐说当时他见到依琼的时候 距离依琼被债主抓走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当时他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看他的打扮 也能大概猜出他这几个月经历了什么 依琼那时已经有了身孕 也不知道是谁的孩子 他在马姐家分娩 可孩子出生没多久就重病夭折 受到巨大刺激的依琼 在医院走廊哭了一整夜 从那之后他就悄然消失 没了任何音讯 小善在回去的路上感到非常的难受 他无法想象 依琼这些年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无比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表哥分析说 依琼当年来到首尔生活 是为了躲避债主 更是为了掩盖之前的不堪经历 他必须换一个身份生活 所以利用在美容院上班的店里 偷取了客户的资料 然后在众多客户中 筛选出了一个目标人物 习敏 习敏跟他年纪相仿 而且父母双王独自居住 就算失踪了 也不会有人查找过问 依琼跟踪习敏 然后不断制造机会跟他偶遇 两人慢慢成为朋友之后 习敏邀请依琼到家中做客 然后趁机痛下杀手 让真正的习敏 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在后来 依琼和小善相遇 两人相识相爱 慢慢走向婚姻的殿堂 这一切原本都在依琼的计划之中 可银行朋友的电话 打破了依琼的美梦 他担心身份暴露 只能再次离开 表哥感觉他应该还会继续寻找 新的身份 不过现在要找到依琼 如同大海捞针 只能慢慢地寻找线索 几天后 小善回到宠物医院上班 助理随口说起一件事 说医院有个客人 最近搬去了乡下 最近连续几次给他邮寄账单 客人都说没收到 还说最近他的快递和信件 总是被人偷走 小善听到顿时警惕起来 因为欣敏被依琼盯上时 快递和信件也总是被偷 这是依琼为了了解目标采取的手段 助理告诉小善 这个客人没有家人独自居住 这更加验证了小善的判断 依琼应该是看中了这个客人的身份 准备再次下手取而代之 助理给客人打去电话询问近况 客人说今天正准备和新朋友 去外地旅游 小善要来地址匆忙赶去火车站 他仔细寻找之后 终于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雄正冷静从容地乘坐电梯 准备和客人一起旅行 一雄抬头看见了小善在电梯镜头 他知道自己已经瞒不住了 但小善一直深爱着一雄 没有为难他 轻声问他到底有没有爱过自己 一雄板着脸回答说没有 但是他脸上的泪水出卖了他 他是多么想和小善一起过安稳日子呀 但不堪的经历让他无可奈何 小善深情地给了一雄一个拥抱 然后转身离开 这时表哥已经追上来了 他曾经是一名警察 肯定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罪犯逃跑 一雄顿时慌了 在火车站拼命逃跑 两人你追我赶来到天台 一雄越过栏杆 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残酷的世界 然后跳了下去 他的梦碎了 他的心也死了 本片是高分剧情片《火车》 改编自同名推理小说 一雄从一张干净的白纸 到被世界摧残到满纸污渍 他也从单纯的善良变得心机恶毒 最后真的不知道 是要心疼他还是害怕他 对此你怎么看呢